自来水属于商品,偷盗自来水是违法行为,请广大市民踊跃举报违章用水,举报热线0752-96968 汇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示您,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七点整 为在职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施企业法定职责,公积金咨询电话12329 FM100 汇州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 在汇州听天下 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,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 浩瀚接讯,精挑细选 FM100 汇州综合广播 100在线 昨天深圳在社区筛查中发现两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汇州市及共中心提醒,建议6月11号以来 深圳市来返会人员请主动究竟完成一次核酸检测 自6月14号以来,有深圳市旅居市来返会人员 请跟所有社区分居单位解决,主动报备 接受社区相应的健康管理 完成三天两检,两天检测间隔24小时 游泽州市培养和输送的国家队跆拳道运动员张梦宇 在近日举行的2022年,世界台拳道卢森宝公开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